生肖熟熟熟的人11月2号开始运势不可挡 旺财运收入上提高的比较多 做生意比较合适 可以多寻求与人合作 自身又容易散财 赚到的钱花的比较多 最后的存款上相对不是很多 但是能够趁机扩大自己的事业 相对来说也是佛后的时间 可谓双喜临门 不仅事业上顺顺利利 财运发达 桃花运势也非常可观 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生肖猴熟猴的人11月2号运势非常好 横财不断 必能大富特富 财气壮 财力足 勤奋努力意气风发 生活吉祥顺利如意发 财源滚滚 天天发 令人羡慕的是 属猴人接下来五年里 还能受到这种好运的眷顾 不但事业上能够加关进绝 财富也将水涨船高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人头脑非常聪明 知识故而不是故 财运总会有招财进宝 财源滚滚一路发的好状态 非常擅长做生意 不仅有一双发现商机的眼睛 还能够平级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生意做强做大 11月2号财运一路升 横财不断 能够大望到年底 生意经营的红红火火 客户源源不绝 自然是赚得盆满波赢 距离富贵生活已经不远了 生肖鸡生肖鼠鸡的朋友天生聪慧 心思敏捷 11月2号开始在事业上一番风顺 财源滚滚来 意外之财也会滚滚而来 若是能好好把握期间出现的机会 必能获功成名就 大发一笔横财 菩萨赐福 皆横财 发大财 富贵无忧 不会再缺钱哦 生肖龙属龙的人 11月2号开始会有很多机会赚钱 也会在收入上得到更多的奖赏 但是工作上会面临一些小挑战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合理的分析 钞票如雨 老天爷让你发财 快接住 上司格外提拔 事业风生水起 职位也是扶摇直上九万里 因为心更细 人也更为周全 在事业上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生肖虎11月2号开始会迎来一次翻盘的机会 上个月的财富收入不是很好 很多是因为自己太过于花费和破财 本月一定要把握好财运机哦 喜事接二连三 有大笔钱财进账 注定付得流油 运势哼通 贵人圆圆 本来穷得叮当响 过了年关就天天走好运 生意大好 钞票进门不断 属虎人把握住了机会就能赚大钱 整年的日子特别红火 一定要抓住财运向你伸来的手哦 不要错过身边发生的任何事 生肖狗属相狗的朋友 做事情有条理 独立性很强 而且肯拼搏 事业运势非常旺的 有着极佳的人员 桃花运会非常旺 是非常有追求的 前段时间 因财伯公不小心被非连碎 破两颗胸腥作祟 从而引起很多人碰见 事业运有点普通平常 8月2号财伯公恰巧得天减华盖双吉星照耀 等好运一来 好运开始提前回升 踩到了狗属运 发展一帆风顺 一扫早期事业运 普通平常的境况 事业中能够宏图大展 美运走好运来 好运不离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